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3 3 3 2 1 Hello everybody 没想到吧 我们今天在户外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刚刚那个方法是你微信不 然后加一点点滑油一起来看看 加一下楼 加一下楼 我们本来就是计划说这一期五十万想在户外给大家拍的 是的 因为在家里的话 因为首先就是晚上拍的话 本来光线不是很好 在家我们家就有一个白墙嘛 对 想找一个比较环境beautiful的地方拍 还不错还不错 除了人多 就是多拍好了 对 除了人丢人多 有丑 好 到哪里了 我重入一条 重入一条 我应该不是在了 三二一 hello everybody 没不起 三二一 要不你来说 我来说 我说三二一 三二一 hello everybody 我是明星 我是白金明星 白金色的限定 夏日限定明星 我是这个红色 红红伯伯伯 咱们中国 过年了 对对对 红色 红红新新新 我是福瓦 对 今天我是福瓦 OK 今天咱们是在一个室外 咱们现在在一个小咖啡厅 本来我们就计划说 在找一个公园或者什么的 给大家录 是问 因为老在家里录 是吧 我们也想就是在户外给大家 给大家一些新鲜的这种环境 对 新鲜的感觉 嗯 这个咖啡店怎么说呢 就环境还蛮好的 就是人有点多 还好 也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他们在有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可能会有点杂音 大家健量一下 健量一下 嗯 然后这好个虫子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是 你们也看到了标题所说的 咱们今天就是一期 50问的视频 对 又来了 哇哦 今天怎么没事 我的50万呢 我的50万 好 进入正题啊 第一个问题 小宝第一次知道公主给我备注有什么感想 哪个备注 哪有什么感想 那是开心呢 当然了 而且这个备注是 我很满意 是保安嘛 保安 就是可以说 没了 当然是保安啊 我第一次给你的备注 当然是保安啊 后面没了 哎呀 哥哥 我个人是觉得 是对于我这个业务上的一个肯定 你以后本是对你大使地说出来 我觉得这是对我业务上的一种肯定 我本人是觉得我很喜欢 我也是会在今后更加努力 哎 虫子 它不会废 以后会更加努力 为大家带来 为我的老婆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你有什么感想吗 对于我的这一番感言 我觉得你很有自知之明 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你们也知道 我们一开始备注的这么一个 进化史 一开始就是保安 一开始我说 保安 就是单调 就是收单调 非常单调 后来就是在后边加入了一个 小小的后缀 自己想要一个title 对对 加小小后缀 到最后呢 那个后缀加了一长串 我觉得很好 我就很喜欢 实在是不能更长了 不然还可以打死你 你说我说呀 你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反过来问一下 你知道我给你这一次那个备注 你有什么感想 我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应该的呀 你给我备注 其实小可爱嘛 对不对 就是帅气 你是不是陷入这个多元宇宙里面了呀 还好吗 我觉得你很有自知之明啊 回来 和我这个备注 是不是 他给我备注就是我亲爱的老婆大人 我爱他 轰轰咧咧 最疯狂 好 欢迎了 收 收 好 下一个问题 最怕听见对方说哪句话 来吧 你先啊 你先 他先 谁先 谁先 那个猫先 谁先 最怕听见对方说哪句话 我想想啊 我最怕 最怕听见他说 老婆 没有什么怕你听过的 就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 怕他说哪句话的 天不怕地不怕 我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他就是 因为他 他 他说话都是 也没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会有 反正不会有害怕的时候 他 一般他对我说话都很温柔 所以不会有什么 害怕说哪句话 我也还好 就是 你看你说 把我架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 没事 你说吧 他老婆当然是应该的 人家以为就是你不温柔呢 是不是啊 我前提 我先说一下 不是他不温柔 我就是说一下 就是怕什么 很温柔 非常温柔 平时就是很温柔 我就是本人 我就内心比较惧怕 就他说什么 类似于 你怎么回事 或者是 你最近 怎么 就是像那种班主任 找你谈话一样 就突然 哎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 叉叉叉叉叉 以这个为开头 到后面说的所有话 我都很害怕 我很胆战心惊 或者是什么 虽然没有跟我说过啊 但是我很害怕 就是说 有一句话 叫做 我对你很失望 我真的 我本人是接受不了这句话 不论是谁 更何况是他 他如果说 我对你很失望 老天 我直接天崩地裂 我就是 裂开 目前为什么没说过啊 对对 确实 没有说过 没有对他失望过 是的 嗯 同年 哎 可以搁搂一下 哎呦 痛 老天 昨天 就是自从那次 去见完身之后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太久了 就是这一条 好痛 每天早上起来 没有知觉 现在还要健身 最想为对方做的一件事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说实话 也 最想为对方做的一件事啊 为对方做的一件事啊 为什么是叫为对方做的一件事啊 为对方做的一件事啊 为对方做的一件事啊 呃 有点没懂 嗯 就是我觉得啊 对于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是为对方做的事 对 我觉得都是就是各种情况下 突突然突发奇想 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 就是都是我们俩想去做什么事情 不是说为谁去做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没有这么一个这种 为了谁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定义了 我是这么觉得啊 嗯 我觉得任何都是基于自己的感情 就是我今天我就想对他好 特别好 我就是想给他搞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啊 这是属于我想 我想去做 然后没有说是 我想为了你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 而且我们俩现在啊 现阶段 所有的目标都是共同的 嗯 你像我们准备一起买房啊 或者一起旅游啊 什么计划都是一起的 嗯 所以如果现在真是想不起来有什么说 嗯 如果真的是为对方做什么事情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想要你什么东西 嗯 就是比如说我想吃个冰淇淋 想给你买个冰淇淋 嗯 就是这种小事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这倒没什么可拿出来说 对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的目标 都是建立在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基础上的 两个人互相的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单独的事情要去做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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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还那么凶 你过来找什么去了 干嘛来了 OKOK 这问题就说到这里吧 也确实 没什么好说 对 嗯 就是带过一下吧 嗯 因为 因为可能刚开始 你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很多就是想为对方做的事情 比如说想给对方买一个情侣项链呀 类似于这种啊 买一个什么情侣的那个衣服呀 但这些我们其实说很多事情都已经做过了 对对 现在也有就是 这是什么呀 哎呦 不好意思吧 哈哈哈 就我们很多事情都已经做过了 其实 现在更更多的是朝我们共同的目标去努努力吧 就是不是为对方做的一件事情 是为我们两个人做事情 对对对 现在属于是 对 任何事情都是事情 总结的还不错啊 自己夸是自己的 总结的还不错 就是为我们两个做事情 做做事情 未来 嗯 OK OK 下一个 最想去旅游的三个城市 我其实我本人是比较想去这个 土耳其 哈哈 对 就是想浪漫一些 而且我没出国啊 我确实 我就是看那种综艺节目 人家出去玩 我就对这个城市比较好奇 然后也比较想去体会一些这种 人文的这种 艺术 嗯 来吧 我有点想去青海 啊 你想去青海啊 嗯 因为就是 就是我之前大学有个跳舞的朋友 他就是青海的 嗯 他就是 他说那边就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特别好看 青海湖嘛 嗯 然后还有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风景很好 说是 好下一个我想去 希腊 希腊 嗯 就是 这都是一些现在去不了的 对 那我说个去得了的吧 你第三个再说去得了的吧 行吧 那就是希腊 嗯 然后爱琴海这种地方 就想去也是体会一下这种 旅行的感觉 嗯 嗯 什么 哎 吃我手机呢 哎 哎 哎 第二个呢 我也想去那个 哈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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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哈娃伊 因为我本人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海边的 喜欢beach 我很喜欢beach 然后我想 还想去就是 想去西藏 拉扇 对 反正我本人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这种人文艺术 就是这种 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吧 也不是艺术气息 就是有历史 嗯 历史感 就是故事啊什么的 然后也 我之前看人去西藏什么的都特别美好 哦 其实可以去一趟重庆 说实话 哦 是的 对 我想去一趟重庆 因为我只去过成都 虽然说成都和重庆离得很近吧 但是肯定它那个 文化呀 那个 地标啊 建筑都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 也蛮想去看一下 也想吃好吃的 这种